來三連霸了嘛 那現在就遍布倒翁了 我也是錢姐跟那個 姐哥那個粉絲 紅藍的都不得分 全明星四冠軍賽走爆雷 錢偉娟全認了 三連霸遍布倒翁 先把這套發出幾位數的 給周翔介 幾位數 對 你好好講 為什麼旁邊在那裡都很疑的 不好意思 我們去年已經發出去了 好好高一點 三連霸的中視在除夕推出特別節目 2023超級華人風雲大城 瓮恰恰徐孝炫領軍龍隊 吳宗憲曾國城領軍虎隊 進行連續四小時PK大戰 先前欠下2.4億巨債的PONGO 也預計在今年還完剩餘的1500萬 阿是說賺錢方法白白種 PONGO還想靠帶貨還債嗎 PONGO會想要跟憲哥一起合作嗎 因為他昨天剛往雷 一直撥破三萬雷 我覺得那種東西對我來講 可能年紀越大越不俗 為什麼你輸掉錢了 你元氣那麼俗 你還會投棒球 棒球還要投120 130 不要在郭宏志前面談棒球 實地小小姑&千姐也嫁到了 全民心四冠軍賽 將在明年1月8號播出 但是呢 已有網友爆雷 藍隊再度連撞拿下總冠軍 不少粉絲都替獎盃數最多的紅隊爆區 委屈 對 因為他們支持的隊伍 沒有贏 當然一定會有的 這也很沒辦法 因為競技比賽就是有輸跟贏 那我除了運氣好一點 來三連罷了 那現在就變不倒翁了 對 好囂張 也不是習慣 好臭屁 對 當然這個車子是一定要的 不過 沒有拿下總冠軍 那一天還要去參加錄影 對 沒關係啊 我們在旁邊當觀眾 也是很開心 然後我也是前傑跟那個 傑哥有那個粉絲嘛 當然我都不可以再拿 哈哈哈哈 很懂得生存之道 是要碰到紅隊 對 我一看到紅隊 我就知道土董啦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一堆老弱婦孺啊 前傑 剛剛有人說 你穿黃色衣服有點違和 還有去小姐姐沒來 違和 因為在高整的心情這樣 因為我是藍隊 所以我知道我要穿黃衣服來的時候 這互補色這有什麼關係 但我內心是百般的不願意 哈哈哈哈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穿紅色跟黃色 但今天後來想說 跟小小郭同一隊 又跟陳陳一隊 我就覺得內心就好多了 小郭他有沒有關心 那是廖柯 廖柯藝 哦 我們大概每兩三個月會聚會一次 這次因為他的新聞事件 我們會稍微延後一下 哈哈哈哈 迴避一下 適當地迴避一下也是好的 給彼此一點空間 大家都需要沉澱 哈哈 你們還會跟廟柯同種嗎 哈哈 誰誰講話 每個處理感覺方式不一樣 你不能這樣論壞這個人的功夫啊 這個人的成敗 或他存在的價值 要可以 身體正好啊